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经再度联席审查劳基法修正草案,在一场内外界爆发激烈冲突,尤其在民进党赵伟林静怡静自宣布进行表决停止讨论劳基法第24条修正草案及修正动议,保留院会讨论后引爆另一波肢体冲突,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更呛领比国民党前立委张庆忠还不如,审查进行到下午1点时,时代力量立委高禄已用歇棒徐永明持续发言杯葛议事,抨击程序不公,认为国民党立委讲万安可以发言两个多小时,其他委员为何只能讲四二分钟? 在高禄已用拒绝下台的情况下,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地上临时提案,林静怡便宣布进行表决停止讨论劳基法第24条修正草案及修正动议,保留院会讨论,蓝绿双方文讯后朝主席台一涌而上,发生激烈冲突。 林静怡后来宣布点名表决,最后皆以17人赞成通过,这让徐永明相当不满,在现场痛骂林你跟张庆忠有什么差别,你比张庆忠还不如。